嗨,我的名字是凯云 如果你也有在玩底片的人 你会觉得底片有一种特殊的质感 你可能是喜欢它的颜色 喜欢它的颗粒感 或者是喜欢拍底片那种不确定性 因为它有太多变音了 不管是你拍摄的当下 你冲洗的方式 时间 还有你放向的方式 这所有都会影响到你最终呈现的影像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非常厉害 我也非常推荐的一个外挂程式 它就是我们的Dehancer 底片模拟的程式 网络上可能有很多人在贩售风格档 就是LUT 就是可能是柯达富士等等的底片LUT 然后就是好像套到你的影片里面 你的影片就瞬间变成底片的感觉 但其实跟真实的底片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真的有拍过底片的话 那这个Dehancer Pro 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不是单纯只是模拟而已 他们这个团队是用真的底片来拍摄 然后用真的底片拍摄 它还会拍摄不同的亮度跟暗度 因为底片在拍摄不同的亮暗 它的颜色呈现也是会不一样 尤其是彩色底片 然后再来放向 放向到真实的相纸上之后 它就会用它们专业的色度仪 精准测量它的数值 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这么精准 颜色跟呈现效果的底片模拟软体 那像我我也拍摄了非常非常多的底片 像是有黑白啊 然后有彩色 不管是贵的或是便宜的 我也都有拍 那我也玩过放向 所以我也还蛮知道 它的颜色到底真实洗出来 真实的底片颜色 跟它的质感到底是怎么样 那这套软体真的是模拟的 非常非常接近 我目前最喜欢的底片 就是这一卷 柯达Portra 400 副片彩色底片 那这一套软体它也有这一个底片 那它的模拟效果 跟真实底片的颜色 那个效果 几乎一模一样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就直接来电脑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套软体它们多么厉害 Dehancer这个软体 是我们DaVinci Resolve的外挂程式 所以你要打开 下载我们的DaVinci Resolve 你才可以下载我们的Dehancer 底片模拟程式 这里有一个我之前调整过的片段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Before跟After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诶 我们调色之前 跟我们调色之后 整个效果差距多大 这到底是不是你喜欢的效果呢 那我刚刚用的是 Ostrum Color Negative 125度的这一个底片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所有东西删掉 然后直接来跟大家 从头开始的分享 那我自己习惯 第一个Node 就是直接加一个影像照降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把它Disable 因为影像照降 根本影片跑不动 那第二个Node呢 就是我们要色彩匹配的部分 还有我们就是整体调整 我们的明度亮暗的部分 那我们就稍微把中间调拉起来一些 就这样子 那我们下一个Node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Dehancer 加进来 它在我们的OpenFX里面的 Film Emulation 那加进来之后 我们就要选择我们的相机 那我现在是用Black Magic 那套用我们的相机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下一步 来直接挑选我们想要的底片 那如果你的相机没有在这些列表里面的话 那你就直接选Rack 709 如果是用普通的相机啊 或手机拍摄的话 这个Source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就是这个Asus 那它是一个电影业界的色彩管理 所以这套软体不管是你想要 开心挑出底片的颜色 或是甚至是商业用途 已经到电影等级了 你都可以来使用这套软体 因为它的颜色就是非常非常准确 它不会像这套LUT 然后把你的颜色转换成另外一种颜色 它是模拟那个颜色 就有点难形容 但它就是用运算出来的 而不是单纯只是转换而已 就很神奇的一个软体 OK 那我们就直接来玩一下我们的底片 然后像我最喜欢的Korda Portra 400 那选完底片之后 我们下面这个Push Pull曝光的部分 就是这一套软体的一个精髓 只是LUT没有办法办到 就是因为我们拍底片的时候 我们过度曝光可能会偏黄之类的 那我们曝光不足 我们可能会偏另外一个颜色之类的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来细微调整 说我们到底想要曝光过度的那一种颜色呢 还是曝光不足的颜色 在底片的世界 你如果曝光过度或是曝光不足 你都可以用洗照片的时候 用配方的不同 或是洗照片的时间不同 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就是让它曝光变正常 然后有特殊颜色的那种效果 所以这个Push Pull 设在零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标准曝光 标准时间 标准比例的液体 然后洗出来的照片 标准时间放下 然后做出来的颜色就长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数值往上拉 就是我们底片如果过度曝光 然后在洗照片的时候 救回来的效果 那它的颜色就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那这是我们通常喜欢Portra 就我自己喜欢Portra 400的颜色 就长这样子 那我们曝光不足的话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来做模拟 那我们颜色看起来就比较浑浊 看起来就是我比较不喜欢的样子 那这里都有非常非常精准的曝光值 像是我们的曝光过曝一档 我们在这里设定1 那它的颜色就会跟真实世界 过曝一档洗回来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的 就非常非常准确 那我们现在单纯就是掏一个过度曝光 一档的Portra 400底片模拟在上面 我们还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调整 大概就已经长得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颜色呢 都已经变成底片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已经大概80% 都已经转换成有点底片的感觉 而且是非常准确的转换成底片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真实世界的时候我们拍完底片 我们不会就这样子结束 我们会把它放到一个 有点像投影机的放向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把它头放到我们的相纸上面 然后来显拧 因为我们的颜色啊 我们是副片 所以直接看就是一个颜色颠倒 然后我们的亮暗也颠倒 什么都颠倒 然后我们放向出来才会有一个完整 我们最终的照片 所以这个Dehenser模拟 也是模拟到我们的print阶段 放向的部分 那放向我们也可以去调整我们的曝光 我们放向的对比度 我们放向的色彩浓度 然后最下面这个analog range limiter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一套软体的精髓 它就会把我们的高光保留 我们的暗部也保留 这是真实底片就是长这样子 因为它的暗部细节是你一定会有的 那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功能打开的话 你的暗部可能会压到很黑很黑 那就是底片不会有这种效果 那高光如果有一点亮的话 底片也不会呈现这种效果 因为这套是底片模拟软体 它就是要真的把你的底片真实的感觉模拟出来 所以这一个功能真的是超赞 接下来下面这边就是更深入的 像是我们的色彩平衡啊 我们的底片颗粒啊 我们的朦胧效果啊 等等 都在下面可以做调整 那这里有一个重点 就是Dehancer这一套软体 它的运算模式跟达芬奇这里面的运算模式是不一样 所以像是你可能想要把色温增高之类的 那你在这里调整 跟在达芬奇里面调整是完全不一样 它的运算方式不一样 因为这个Dehancer是单独的外挂程式 它有自己的运算效果在里面 它的运算也就是它这一套软体最特别的地方 这套软体有点像是增加调味料的概念 所以你不想要这个调味料 你就不要增加 那你想要这个调味料你就加进去 那你把所有的调味料加起来 你就会呈现最真实的底片效果 真的是超赞 那接下来我们再玩一些不同的底片 那这一个软体里面也有很多很酷炫的底片 像是这里有1906年过期的底片 它竟然把它伸出来 你看1906年的底片看起来其实很满赞的 哇塞 好像糖果颜色 有点梦幻的感觉 这里面其实模拟很多已经绝版 或者是过期很久了 这种实验性底片 所以你真的可以得到一些很特别 很特殊颜色 很质感跟效果 还有像是一些比较贵的底片 或者是电铃底片 就是你平常不会拍照用到的底片 这里也都有 那我们也稍微玩一下我们平常摄影机拍摄 RAC709的档案来玩玩看 那像这台相机就没有在这个列表当中 那我们就直接选我们的RAC709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挑选我们想要的底片效果 然后来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色彩平衡 像是我觉得现在有点偏绿 然后有点太蓝了 稍微调整一下我们Printed 曝光对比跟颜色的部分 我们一个漂亮底片质感的影片就生出来了 真的是超赞 看起来真的是超级完美 颜色啊 还有那个质感我觉得真的是超赞 那当然我们可以再深入更细微去调整我们的颗粒啊 或者是我们的朦胧效果等等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调整 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们可以简单 轻松的我们色彩转换到我们底片的色彩空间里面 这真的是一个超级庞大的工程 也是一个很花时间的工程 那我也很高兴有人这么热血 对底片这么热血 真的去扫描每一张每一张底片 然后来还原真实底片的色彩空间 我觉得这真的是超级厉害 那这样子用底片模拟的调色 跟我们平常直接手动来调整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工作流程 但是你如果想要一个底片的效果 那你自己手的来调整 你根本没有一个基准点 你也根本不知道底片到底是怎么样的呈现 跟发色效果 所以你用一个底片模拟器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 达到你想要的底片效果 这是你自己手调调不出来的 这套Dehensory它是外挂在达芬奇之下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调整不同的影片啊 甚至是照片也可以来做调整 就使用的情况非常非常广泛 所以如果你是底片爱好者的话 你就非常非常值得来看一下这一套 Dehensory底片模拟软体 你看像现在的富士数位相机 它里面也有内介底片模拟 那大家也用得非常非常开心 那这套软体呢 你不只可以用富士的底片 你可以用科打 你可以用一些奇怪的过期的 已经100年的底片都可以使用 而且你是可以自己 随心所欲去调整 真是超赞 OK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底片模拟软体分享 那我们之后还会再做更深入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就会再做更深入的分享 说我们每一个功能 到底可以呈现怎么样的效果 那我们这一支影片呢 就是我套用这个底片模拟的这一支影片 我会上传到我的YouTube 我的Instagram Facebook也会啦 就有兴趣就去看一下 你就可以看得到 好啦 那这我们今天的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 订阅我们频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